嗨,大家好 最近一段时间在网络上热炒的一件事情是鸡毛Siri的事情 本来拖运公司是安排航空拖运 结果私自的改成了大发拖运 就是陆运 天气非常热 这只鸡毛就给热死了 这些事情发生之后 很多朋友在我们的视频下方在留言 在问我们关于狗狗拖运的事情 今天我们就针对这件事来讲一讲 我们对拖运公司的一些认识和了解 还有我们的经历 大家知道我们经常安排狗狗的拖运 跟宠物拖运公司打交道已经很多年了 想必在这后面我们还是有一定的发言权的 首先我总结一下这次鸡毛Siri的一个事情 很多人在网络上来抨击 宠物拖运这个行业有很多的内幕 有黑幕 其实我告诉你 任何行业都是这样 我现在你单凡去查 只要这个行业当中 有不同的人 不同素质的人在其中 那肯定它的效果 整个行业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那狗狗的拖运过程中 出现死亡这件事情 不是第一次发生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在前几年有一则报道 说的是一个航空拖运 一整舱的狗全部死亡 就是因为缺氧 时间过长天气又热 几年过去了 想必这件事情已经慢慢的淡出了人的视野 大家可以去搜一下 确实有这件事 鸡毛四育率事件发生之后呢 确实让人挺痛心的 养过狗的人都知道 狗狗在我们心目中 就相当于家庭的一份子 就相当于我们把自己的家人 交给了他们去安排拖运 结果呢 活生生的一条生命就这样没了 宠物拖运呢分几种形式呢 主要是三种 航空 火车 汽车 其中汽车呢又分为专车 为什么单独要画这一栏呢 首先咱们说 路运的话 大多数的情况下是安排的大巴车 大巴车下面不是有个行李舱吗 安排在那里面 那专车是什么意思呢 有那么一批人 是专门开一些保姆车 一些专车去接送出 我们曾经也用过几次 收费比较贵 但是呢相对来说 要比较安全 照顾的比较细心 大巴车一般是适用于短途的 时间太长是不允许 而且 大家注意了 大巴车的拖运 受天气的影响非常严重 天气非常冷 或者是非常热的情况下 是不允许安排的 这是拖运公司最起码的常识 那火车拖运呢 比较简单 而且站点比较多 这种形式我们用的也比较多 不过最近一段时间 我听拖运公司的人介绍 火车的宠物拖运受到了限制 很多地方都不能发 那最后一种形式就是航空 航空是我们用的最多的一种形式 因为它适合长途的 很快捷的拖运方式 那接下来我说一说 我对于宠物拖运 接触的经历 首先说到2015年 那个时候呢 因为我们这个狗狗的发 往外地的数量比较少 一般也很少接触到宠物拖运公司 当时我印象最新的就是发河南 就是找到一个大巴车 去了以后给我印象最新的就是 让我签了一个免责单 就是说死活自理 当我听到这个情况的时候 我就非常难以接受 你想啊 活生生的一只小狗 然后我交给你了 然后你告诉我死活自理 什么意思 就是到了以后如果死亡了 不负责任 当时我很不理解 我就一直在问他们 我说为什么你们既然做了这行 还不会保证它的安全 然后他就说 因为之前因为有一只鸽子 在途中死亡了 这只鸽子非常贵 运费300块钱 结果那只鸽子让它赔了1万8 后来这就是他们不成为的规定 你找我托运可以 但是一定要签免责单 我们也是迫不得已 只能是选了这种形式 我们所能做到的就是把狗的防疫健康做好 然后把这个笼子 它的保温防水都做好 然后再交给它 但是心里也是一直忐忑不安 就是一开始最早最早 那个时候呢 我们不知道有宠物托运公司 这一个行业的存在 后来因为我们外里的客人越来越多 接触到的宠物托运的形式越来越多 我们就知道了 原来有那么一部分人是专门做宠物托运的 我们就找到了他们 也就是现在我们一直在联系的这个托运公司 我再说一个让我感觉非常恐怖的一个经历 曾经我找过本地的一个托运公司 让他们把一只拉布拉多从保定送到粮油营口 他们答应我的是一号的下午接走 三号的早上就到 也就是一天两宿 结果那只狗到了五号下午才到 整个的过程中呢 我在问托运人员 我这只狗到哪了 它根本就不知道 虽然这只狗最后被顺利的接到 但是整个的过程中是非常煎熬的 你想这么多天 我都不知道狗在哪 有没有人照顾 非常恐怖的 后来这个托运公司我就再也没有联系过 再也不合作了 那这件事情带着什么 就是他们的责任心的问题 他们没有把这只狗认给的对待 不用解释太多 那刺激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呢 很多人都在说 宠物托运 到底这个行业里面有多少的黑幕 那我告诉你 黑幕不只是存在这个行业里面 所有的行业都存在 只不过你接触那些人 决定了你对这个行业的态度 我们在宠物行业做了这么久 接触的人也比较多 宠物托运的人员也比较多 我们也发现了 不是所有的人都是那么认真负责的 还是那句话 最重要的因素还是人 人如果要是他做的比较认真 无论他的公司大小 他都会做得好 后来我跟那个托运公司的负责人呢 在沟通的过程中 我问过他这样一个问题 我问他 Siri这个事情发酵之后 会不会对他们的宠物托运行业 有很大的影响 当时他说了一句话 让我非常的欣慰 他说 这件事情影响得越大 其实效果越好 为什么呢 他就会把这个行业里面 那些烂于充数的人给剃掉 我们合作了这么长时间 没有哪一次狗狗是出现问题的 并且呢 每次狗狗在发出去之后 他具体到哪了 大概什么时间到 他们的回复信息就非常的及时 这样我心里就很踏实 前几天因为我们这非常热嘛 有一只狗要发到站桨 就是广东站桨 因为要从五苏太阳机场发的话 要到白军机场再转 转的过程中等的时间比较长 他就替我做主 直接从郑州机场 发到了站桨 站桨有个机场 是个小机场 虽然说这个托运的费用 贵了好几百块钱 但是呢 它节省了很多时间 也大大的提高了安全性 大家都知道 我们繁育的狗狗 大多都是这种纯种血糖群 价格比较高 那托运费用的几百块钱 对我们来说都是小事 安全是第一 当有客人想从我们这里 买狗狗的时候 我们会经常说一阵一句话 就是图中的风险 由我们承担 那这句话 指的什么意思呢 就是担心 有很多客人对于托运公司呢 他不了解 他存在疑虑 所以呢 大家不用担心 这个风险都是由我们承担 我相信大多数的权色 都是这样去复杂的 作为养宠的家庭 你将来 很有可能会跟 宠物托运公司打交道 因为你可能需要换个地方啊 或者搬家啊 狗狗没办法给你随行 那就要让托运公司来安排 狗狗的托运 那视频的最后 我给大家说一个我自己的观点 这个观点呢 适合所有的行业 咱们要尽量的去支持那些努力工作的人 无论是什么行业 都有有负责任的 也有不负责任的人 如果咱们为了一时的贪图便宜 支持了那些不负责任的人 那他们这个行业里面 肯定会为了价格而会互相竞争 不良的竞争